本能四之變很有意思 不同的假說和資料在網上壹搜壹大把 到了幾百年後的今天學界都還沒有統一的答案 可以說是日本史上最大的懸案 我今天挑了幾個比較熱門的說法 歡迎大家壹起討論 先來說說本能四之變的經過 1582年的時候 封城秀吉和對手毛利加對戰 他感到有些吃力 就向主公之前信長發出了援兵的請求 為了支援秀吉 信長就命令自己非常信任的明治光秀領兵去支援封城秀吉 自己也帶來少量的侍衛 從安土城出發 進駐到了京都的本能寺 計劃在這裏集結軍隊 被襲擊的當天 支田信長的長子也是他的繼承人支田信中 剛好也在京都 他住在本能寺不遠的另外壹個寺廟 廟爵寺 6月21日的凌晨 本來應該去支援封城秀吉的明治光秀 突然帶領了壹萬三千人突襲的支田家 其中三千人進攻支田信長 壹萬人進攻支田信中 明治光秀帶領的士兵從頭到尾 都不知道他們要襲擊的人是自己的主公支田信長 支田信長身邊也就幾十到壹百來人 他兒子支田信長身邊有五百人 後來趕來的舊兵加起來也不過兩千人 壹百打三千、兩千打壹萬 人數這麽懸殊 仗還怎麽打 毫無懸念 之前信長死了 但是他的屍體沒有找到 因為沒有找到屍體嘛 所以他是自殺還是他殺還不好說 普遍認為他是自殺 而且本能寺有起了大火 壹種可能是本能寺原本就是壹個軍用物資的轉運點 寺廟底下存放著炸藥 大火之後信長被炸成了灰 所以找不到他的屍體 壹種說法是他的屍體被寺院中的河上埋了 還有壹種說法他沒有死跑掉了 不過這個說法有點扯 如果他真的沒有死的話 之後豐臣秀吉取代支田家上位的時候 他怎麽不跳出來做壹點什麽呢 所以可以確定的是 支田信長在本能寺之後肯定是死了 而支田信中開始在廟絕寺 後來跑到了二條寓所 也實在是打不過明智光秀 支田信中知道自己沒戲了 就欠負自盡了 明智光秀是支田家的親信 支田家馬上就要統一全國了 跟著支田信長混得風生水起的不好嗎 他幹嘛要造反呢 可能壹 價值觀不符 信長和光秀的價值觀是不壹樣的 支田信長是壹個很有創新意識的人 他無視傳統的禮儀 無視宗教 藐視朝廷 而光秀是虔誠的佛教徒 在信長和幕府將軍足立壹招之間 也是光秀牽的線 光秀是尊重幕府的 他嚮往舊時代幕府的秩序 但是顯然信長他並不是 可能 因為光秀曾經他做過足立壹招的陪陳 以當時信長的聲望 朝廷很有可能封給他將軍的職位 會取代足立壹招的位置 所以足立壹招就聯合起來了光秀 讓他殺掉了信長 可能 在光秀反叛不久之前 信長剝奪了光秀的兩處領地 命令光秀去幫助封臣秀及進攻毛利家 這樣看來信長並不是很認可光秀 削弱他的實權 所以光秀懷恨在心 可能 作為虔誠的佛教徒的明智光秀 曾經力勸信長不要燒掉佛教聖地比瑞山 殺掉和尚和叛黨就好了 比瑞山是名山古叉 還是要給後代留下的 但是信長呢 他並沒有聽明智光秀的勸阻 壹把火燒了比瑞山 可能 明智光秀已經用外交的手段 拿下了以前知田家的對手 常宗我不原親 讓知田家和常宗家結了盟 但是之後信長又出爾反爾 要討伐對方 這不是讓光秀為難嗎 可能 在信長讓光秀支援封臣秀集的前幾天 德川家康正好到知田家做客 光秀負責招待家康 據說當時由於光秀辦事疏忽 被信長解除了招待人的職務 這使光秀心聲怨念 可能7.臨時起義 信長到本能寺身邊就百號來人 而且他的繼承人知田信周也正好在京都 身邊也沒有多少人 這不是最好除去知田家的機會嗎 也許光秀對信長的不滿 正好又遇上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於是做出了非理性的行為 此外還有朝廷黑幕說 秀吉黑幕說 家康黑幕說 耶穌會黑幕說等等等等 好了 今天的視頻先說到這兒 下次接著說古代日本 下次見